日前逐山政農会三年期有良春茶竞赛展授会活动热闹登场 虽然受疫情影响活动规模有所改变 但现场依旧是相当热络 不少民众都前往参与茶菜表扬及农特产品展授活动 我们111年度春季茶展的茶叶展授会 那在现场里面我们也搭配了我们一个农特产品的一个展授 那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那个规模有一点缩小 但也不缩减我们农友的一些的好心情 那在今年的茶叶里面由于雨水风沛 所以我们由我们茶农制造出来的茶叶 可以说是品质非常的优良 那也欢迎我们各地爱好茶叶的朋友们 到我们竹山政農会来喝好茶 竹山政農会理事长沈春芝对今年度获奖茶农也献上诚之祝福 并感谢茶改场评审团队以及农会同仁的辛劳 让今年度茶参能够顺利办理 将最优质的307春茶呈现到消费者面前 小臣要感谢丹念这处比赛的主心 就是台湘感染中 虎丁粉团阳王津中青柳党 以及港町国座丹林浅党入风 以及农兴工作团队 当时来的胜口 基础 要来祝福台湿得证的地狼好朋友 恭喜大家 所以因为最近危险疫情比较严重 在处也要来服务大家做好服务 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先远如瑞芳有号也专政出席活动 为得奖茶楼们献上祝福 并肯定能会办理活动的用心 协助在地好茶来做推广 今年他们的茶楼非常的用心 有时候雨水比较多的话 还有少比较少的话 他们的制作都有一番的研究 制造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茶楼都非常的辛苦 用心的在把做一番好的茶叶 呈现给我们消费者来享用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这样子的活动的举办 那能够让我们的茶叶的市场 跟大家对于我们喜好 我们竹山山里西茶的各地的伙伴 还能够多多知道这些讯息 还能够把我们的南投之官 我们的好茶叶 一样借这样的机会行销出去 议长和尚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并期待借由活动推广下 将我们在地当季好茶与优质农的产品 来做最大的推广 带动农产业发展 为农民增加收益 记者刘雨凯 竹山采访报道